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讨论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一个夏日的星期天 以文字声明宣布退出竞选连任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参选 这一决定在美国引发了强烈反应 有人感到错愕和悲痛 有人如释重负 认为民主党有了重新审视领导层的机会 拜登的退选也点燃了选出首位黑人女总统的讨论 卡玛拉 哈里斯和斯泰西 艾布拉姆斯成为热门人选 拜登的退出让民主党募款狂勇 单日募款创下四年来新高 党内士气大震 这一消息的发布方式非常不寻常 让新闻媒体措手不及 没有足够的视觉素材来报道 好莱坞名人和政治界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 总的来说 拜登的退选将对2024年的总统选举 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是媒体 好莱坞明星还是政治人物 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重大新闻 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分析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夏日星期天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连任竞选 这一消息犹如一道闪电 劈开宁静的政坛 拜登通过一份简短但深具分量的文字声明 向美国人民告别 并正式表示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参选下一任总统 这一决定不仅让美国选民震惊不已 还在民主党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捐款狂潮 振奋了党内士气 同时也激起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讨论 拜登现年81岁 他的支持者们对这一决定感到错愕和悲痛 他们感激拜登在任期内的贡献 包括推动经济复苏 应对新冠疫情 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然而 拜登的健康状况和年龄 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也成为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拜登的支持者们 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和感激之情 一位名叫萨拉的支持者在推特上写道 拜登总统为我们做了很多 他的决定让我感到心碎 但也理解 对于一些选民来说 拜登的退选是一种解脱 他们认为这是民主党重新审视领导层 注入新鲜血液的良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主党高层表示 拜登的退选虽然出乎意料 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团结和振奋士气的机会 许多党内成员认为 现在是时候选出一位更年轻 更具活力的候选人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 民主党内的气氛迅速发生了变化 许多党内领袖和支持者纷纷表示 他们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接替拜登的位置 与此同时 拜登的退选也引发了关于下一任总统候选人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认为 美国有可能迎来首位黑人女总统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和乔治亚州的斯泰西 艾布拉姆斯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两位潜在候选人 哈里斯在拜登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特别是在推动种族平等和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他的竞选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尝试 他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女总统 艾布拉姆斯则以其在乔治亚州的选举改革和投票权保护方面的努力而闻名 他在2018年的州长竞选中虽然未能获胜 但他的竞选活动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选民参与热情 艾布拉姆斯的竞选将为美国政治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 他的支持者们认为 艾布拉姆斯是一位能为美国带来真正变革的领导者 拜登的退选决定无疑将对2024年的总统选举产生深远影响 民主党现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们需要团结一致 选出一位能够代表党内多样性和进步价值观的候选人 无论最终的候选人是谁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都将为美国政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拜登退选后的募款狂潮更是显示了民主党支持者的热情和信心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拜登宣布退选后 民主党在短短几小时内便涌入了5000万美元约2.31令吉的捐款 创下自2020选举以来单日最高捐款金额记录 这一惊人的募款速度不仅反映了民主党支持者对党内团结的支持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战做好了准备 民主党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一系列募款活动 以进一步增强党内的凝聚力和士气 这些活动将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募款活动 以及与支持者的互动和交流 总的来说 拜登退选后的募款狂潮 不仅显示了民主党支持者的热情和信心 也为党内的团结和未来的选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拜登选择以文字声明的形式宣布这一消息 也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通常 这样重大的政治宣言会通过电视直播或新闻发布会来进行 然而 拜登选用文字声明的方式 使得各大电视台和新闻网站措手不及 纷纷缺乏足够的视觉素材来报道这一重大新闻 许多媒体机构在收到消息后 立刻开始寻找相关的视觉素材 但由于没有任何视频或照片 他们只能依靠文字和过去的影像来报道这一重大新闻 这一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好莱坞的明星们也纷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看法 著名演员小罗伯特·唐尼在推特上写道 这真是令人震惊的消息 拜登总统的决定将会对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另一位知名演员詹妮弗·劳伦斯则在Instagram上表示 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 我相信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政治界的反应也非常强烈 共和党的领袖们迅速发表声明 表示这一决定将会改写2024年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拜登的退出是民主党内部问题的体现 卡玛拉·哈里斯将无法胜任总统职务 而民主党内部则对拜登的决定表示支持 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选择 能够让年轻一代的领导者有机会展示他们的能力 这一消息的发布也引发了许多阴谋论和猜测 一些人认为拜登的健康状况 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还有一些人猜测 这可能是民主党内部的一项战略举措 旨在提高卡玛拉·哈里斯的知名度和支持率 无论真相如何 这一消息无疑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总的来说 拜登总统的退选决定在政治界和娱乐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无论是媒体 好莱坞明星或是政治人物 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重大新闻 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分析 敬请期待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无疑将为美国政治舞台增添新的色彩和活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本期的六度世界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可是一个超级重磅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连任竞选 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参选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瞬间引爆了美国的政治圈和社交媒体 首先要说的 拜登这一决定真是让不少美国人感到五味杂陈 你能想象吗 有些人对他的贡献感到无比感激 觉得他在经济复苏、抗议和国际合作方面做得不错 但也有不少人心里偷着乐 觉得民主党终于可以换个新面孔了 毕竟 拜登都81了 能不能再拼一把也是个未知数 对于这些如释重负的人来说 这是民主党一次重振旗鼓的绝佳机会 而且 拜登的退选 也让大家开始认真讨论 下一任总统是谁的事情了 现在不少人都认为 美国迎来首位黑人女总统的机会来了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乔治亚州的斯泰西 埃布拉姆斯被认为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哈里斯在推动种族平等和司法改革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埃布拉姆斯则在选举改革和投票权保护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论谁胜出 美国政治都将迎来一股新鲜的多样化的风潮 拜登退选的消息一出 民主党的支持者们真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几小时内捐款金额飙升到5000万美元 创下了自2020年选举以来的单日捐款记录 每小时不到20万美元的速度 你敢信 这显示了民主党支持者们对未来的满满信心和期待 大家纷纷表示 这笔钱就是为了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挑战而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消息打了媒体个措手不及 拜登选了个夏日的星期天 以文字声明的形式宣布退选 电视台和新闻网站想要找点视频素材都找不到 只能靠老图和文字称场 好莱坞明星们也不甘落后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刷屏表达看法 小罗伯特·唐尼和詹妮弗·劳伦斯都表示 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认为他可以带领美国走向光明未来 共和党那边也不闲着 前总统特朗普立马在社交媒体上开炮 说拜登的退出反映了民主党的内部问题 还质疑哈里斯能否胜任总统职位 而民主党这边却认为 拜登的决定是个明智之举 可以让年轻一代的领导者有机会展示才华 当然了 这么大的新闻少不了各种阴谋论和猜测 有些人说拜登的健康状况是他退选的主要原因 还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党的战略举措 旨在提高哈里斯的知名度和支持率 不管真相如何 这一消息无疑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 总的来说 拜登总统以文字声明的形式宣布退选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参选 这一消息在政治界和娱乐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无论是媒体 好莱坞明星 还是政治人物 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重大新闻 未来几个月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分析 敬请期待 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于星期日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决定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拜登在81岁高龄时做出这一决定 令许多选民感到错愕和悲痛 同时也有部分选民感到如释重负 认为这是民主党重新振奋和向前发展的机会 拜登在第一任期内取得了显著成就 包括推动经济复苏 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 拜登的健康状况和年龄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也成为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许多选民和党内成员来说 拜登的退选是一种解脱 他们认为民主党现在有机会选出一位更年轻 更具活力的候选人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民主党内的许多成员也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认为这将为党内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拜登的退选引发了关于未来总统候选人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美国有可能迎来首位黑人女总统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乔治亚州的斯泰西、埃布拉姆斯等几位有力候选人 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带来新的视角和多样性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现任副总统 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支持基础 特别是在推动种族平等和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斯泰西、埃布拉姆斯则以其在乔治亚州的选举改革和投票权保护方面的努力而闻名 他的竞选活动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选民参与热情 拜登退选后的募款活动也显示了民主党支持者的热情和信心 在短短几小时内民主党募得了5000万美元 创下自2020选举以来单日最高捐款金额记录 这一募款狂潮不仅显示了民主党支持者的热情 也为党内的团结和未来的选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许多党内领袖和支持者表示 他们将全力支持副总统接替拜登的位置 这一消息的发布方式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拜登选择以文字声明的形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这一步寻常的发布方式使新闻媒体措手不及 缺乏足够的视觉素材进行报道 好莱坞明星和政治界人士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和支持 总的来说 拜登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消息 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反思 选民们在感念拜登贡献的同时 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民主党内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而美国有可能迎来一位历史性的总统 这一切都将为未来的美国政治舞台 增添新的色彩和活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拜登退选这一决定无疑是他对自己及民主党负责任的表现 他在任期内取得了显著成就 81岁高龄仍然有如此远见和责任感 真是令人敬佩 这给了党内新秀如卡玛拉·哈里斯和斯泰西·艾布拉姆斯 崛起的机会 使美国政治舞台更加多元化 你说的真是天花乱坠 楚天书 拜登退选可是把民主党的内部矛盾暴露无疑 你瞧瞧连电视台都来不及准备好报道素材 这明显是一场紧急应对措施 好像在掩盖什么大问题似的 卡玛拉·哈里斯能否顶住压力还是未知数 别忘了他可是被副总统这个位置搞得焦头烂额啊 民主党筹款数据可不是乱说的 5000万美元的捐款在短短几小时内涌入 这不仅显示了党内的团结 更展示了选民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信心 拜登的退选反而振奋了人心 给了党内新秀更多的支持 这种团结和热情是你们共和党永远无法体会的 哇 楚天书募款数字确实很惊人 但别忘了 这只是短期效应 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和竞争还没开始呢 卡玛拉·哈里斯是拜登的接班人 但他的支持率一直不高 这说明了选民对他的担忧 再说了 筹款数字高也不代表选票就能稳拿 你该不会忘了2016年希拉里的悲剧吧 哈哈 谢琪琪 你说的不无道理 不过不要忘了 拜登的退选也为美国政坛带来了新机遇 卡玛拉·哈里斯和斯泰西·艾布拉姆斯都是有实力的候选人 他们代表了多样性和进步价值观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的支持 这可是共和党一贯缺少的优势 民主党有望在未来的选战中取得更多胜利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共和党就是一群老顽固似的 拜登的退选虽然给了民主党新的机会 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卡玛拉·哈里斯和斯泰西·艾布拉姆斯的竞选经验不足 能否应对共和党的强大攻势还是未知数 再说了 选民可是很现实的 他们要的是稳定和实际的政策 不是光鲜亮丽的多样性口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